说起张雨琪这位明星演员,相信很多网友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 张雨琪参演过很多部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比如主演的《美人鱼》这部电影,就曾获得过非常高的评价 不过要说张雨琪最让人佩服的,还得是她跟李炳熙的恋情 当初俩人公布恋爱关系的时候,着实是让不少网友都吃了一惊 因为李炳熙可是整整比张雨琪小了八岁 这种老牛吃嫩草的组合,的确是非常的吸睛 而且张雨琪跟李炳熙还曾经一起参加过综艺女儿们的恋爱 在节目中高调秀恩爱,也是羡煞旁人 不过前段时间张雨琪又被拍到跟另一个小鲜肉举止亲密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这个小鲜肉据悉是叫张莫怀,比张雨琪整整小了十岁 好巧不巧,最近随着《东梦之约》这档节目阵容的官宣 有网友意外的发现,张雨琪跟绯闻男友张莫怀居然上了同一档真人秀节目 难不成这次俩人是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官宣吗 那李炳熙怎么办呢 要知道之前张雨琪跟李炳熙可是非常恩爱的 结果现在不但看不见俩人的动态不说 甚至张雨琪还被传出了跟张莫怀关系暧昧的绯闻 事情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也不见李炳熙说什么 难不成是真的已经分手了吗 不知道还与多少网友记得 之前张雨琪为了维护李炳熙 在账号上发过不少动态 这件事情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所以应该有部分网友会有印象才对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雨琪已经把这些动态给删除掉了 不得不说 这就非常的让人想不通了 即便是张雨琪跟李炳熙真的已经分手了 起码也应该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一声 而不是采用这种冷处理的方式吧 这也太不把我们这些网友们当回事了吧 比如张雨琪跟张莫怀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要说俩人是情侣关系吧 大街上搂搂抱抱的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但张雨琪也没宣布跟李炳熙分手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呢 不得不说张雨琪是真会玩啊 也不知道张莫怀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想跟张雨琪确定恋人关系 是不是应该提前问下李炳熙的态度呢 如果张雨琪在跟李炳熙没与分手的情况下 就跟张莫怀开始搞暧昧的话 怕是网友们也不会答应吧 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炳熙才是张雨琪的正牌男友 张莫怀充其量也就只是个绯闻男友罢了 还登不上大雅之堂 不管怎么说 对于这件事情 还是希望张雨琪跟李炳熙 或者是张莫怀能出面解释一下 要不然又是传绯闻 又是一起上综艺 还删除相关动态的做法 着实有点让人看不懂这一波操作是什么意思了 你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